Hello 文迪 今集我来到尖沙咀 又有什么呢 我今集要做身体检查 有点紧张 因为我第一次做这类的身体检查 做身体检查之前三个小时是不可以吃东西的 所以我今集要破传统 不可以先去吃东西 我先去做身体检查 再带大家吃好东西 其实我一直都会想去身体检查 大家知道我们有吃很多东西 然后又夜睡 又没有运动 其实我有时都很关注自己身体健康 所以今次很感谢星康妹送了个轻体检给我 我就可以初步检查一下我的身体 他们在尖沙咀星光行 地理位置很方便 看完还可以行成品或者海港城 我今天就要做脂肪肝的测试 它可以量度到干眼化、干纤维化和脂肪肝的程度 首先登记了 我想说我之前来过这里看牙 除了这些检查 它还有牙科 我现在又去做检查了 我等一下要塗肚子 好紧张 进了检查房 那轮会指示你躺在这里 亦都要问你有没有相关的病史 其实它的原理也是超声波的原理 之后会解释用的仪器和技术 再讲解检查程序 就是我的肚子很滑滑滑滑的 这部相机是好像心跳那样 一下一下地转换 可能觉得人家痕痕 看我的样子多紧张 OK呀 完成了 恭喜你呀 宝宝出帝了 已经 保姿平安 很好呀 宝宝好丁业 是呀 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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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呀 好角色扮演 他不是很害怕 即是很绝对 很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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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没做过 你不知道他怎样做 就是这样的 好了 已经完成了 其实很快 十分钟已经完成了 今天试完这个 我觉得这类轻体检也挺好 因为有时自己可能想做身体检查 但可能心理又未准备好 要全身很深入地去检查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 我不懂怎样找到 也不太知道应该要做什么 或者是什么套件 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这类轻体检好 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 关注的身体部位 去做一个初步的检查 即入门级的检查 不太懂得找的人 这类是挺好的 刚才也说了 我本身也想去做身体检查 我都去找过少少资料 以及隔了那些价 刚才那个脂肪肝的测试 只是380元 即几百元就可以做到一个初步的检查 非常之便宜 除了脂肪肝测试之外 他们也有其他轻体检查 例如是三高检查 和女士做的乳房超声波检查 和骨质密度检查 全部都不过500元 究竟待会可以吃到什么 吃到什么早餐 就要看这个报告了 等了一会儿 很快就有报告看了 报告说什么 当然不告诉你 不过我的数字都挺英俊 姑娘都很细心地分析给我 等一会儿就可以去吃个早餐 记住也不要报饮报食 哎呀 世界满日了 满日了 就可以吃 哇 坐车呢 你吃 不用那么转 要回来做多转 等一会儿 立刻要做 对 这里还有市区药房 提供了注册药剂师咨询服务 报告漂亮不漂亮也好 都可以找药剂师 推介给自己合适吃的 supplement 调理身体 例如他说 如果有脂肪肝的问题 就可以考虑这个 supplement 清康区这里 全层真的很大 有很多 supplement 都可以选 让我看看有没有对 它还有日间手术 及内视镜中心 和专科诊所 这个这么漂亮的空间 就是用来广座和博客 入行这个线 在网店购物 还会有八字 太好了 我身体健康 现在可以去吃好东西了 预期 可以按我们的行程 去吃一些正东西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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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吃好东西 不是蛋撻 但很可惜 当时有太多人 所以我们放弃了 我原来吃的好东西就是这个星座冰室 我已经很久没吃了 星座冰室曾经蜂魔一时 它那个番茄蛋拌面 它因为出名 就说人们说它好像嘔吐物 但吃起来又挺好吃 香槟大厦已经收购完成了 所以我升作冰室 应该都随着这个大厦要重建 所以就会消失了 趁它还在的时候 就继续吃一下它的番茄面 不过我今天没有吃 没有叫那个拌蛋面 我今天叫牛肉面 因为没吃过牛肉面 我之前访问过老板 老板说 为什么做这个番茄面 因为觉得番茄健康 所以他也加了很多番茄 在面上 他说 外表不重要 最重要它的内涵健康 很香 很香 正神 你这里有风味 现在已经去到40元 这个 但番茄以前好像比较多 这个是红豆冰 威仔说 他以前经常来这边吃 但是最经典的就是红豆冰 像冰山的紅豆菲 是紅底沙的 可以的 不是生水紅底 80年代做人格仔衫 不是呀 真的 帶著我吃 可以嗎 這件衣服嗎 可以嗎 可以嗎 80年代做人格仔衣服 應該是這樣 OK 最後一個 看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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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跟威仔分到樣標準 因為我要去逛街 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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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間是Cannot Popup的 所以產品美書非常多和齊全 但我都買了一件 他們品牌一件 挺標誌性的衣服 剛才那裡是兩邊的cafe 上面也挺漂亮的 下次可以去試一下 最後帶大家去一家麵包店 蛋糕店 我就是吃過他的蛋糕 真的挺好吃 就來多美熱選舊食物 go 這裡有超多東西買的 這些都好吃 我的目標當然是他們 他的開心果MOOS很出名 買了幾件CAKE 因為我現在身體健康 所以你買的健健也不怕 不要報仁報食 今天就來到這裡 回去吃蛋糕 喜歡記得LIKE SHARE COMMENT 訂閱 如果大家想身體健康 如果食於治療 記得去保持身體健康 做下身體檢查 拜拜 拜拜 好滑喔 好滑喔 好濃烤香港味 再見 接著 下一個 下一個 嗯 嗯